欸! 電瓶解電腦 WOW! 為什麼有缺螺絲啊? 我們少三個螺絲欸 你是怎樣? 什麼鬼啦 欸! 轉不開啊! 超瘋牙的 蛤? 這個是打不開啊 你試試看喔 再寬一點的 看這個 不是啦 我說這個琴 再寬一點的 太尖 是不是太尖 還有太尖耶 太... 有沒有再大一點點 你那個是幾號? 我不知道 啊 是誰用啊? 沒有放好 這裡有2的啊 大牙 大0.5 你怎麼會轉到崩牙啊? 他那個就崩牙啊 我怎麼知道 他其他都轉得下來 嗯 啊為什麼我的電腦下面螺絲少那麼多? 少那麼多就算了 你重點還是踩不起來 沒辦法開起來啊 你真的在搞笑 把它毀了這樣子 你要使用暴力是不是? 你這樣把我電腦折斷喔? 他已經完全沒有牙了 誰要轉屁啊? 你在搞笑 剛剛還有牙的時候 直接把主機板折斷 這塞屎的 那最後鎖應該是 那個 也沒塞屎的 徹底結束 感覺這個電腦 已經要碎掉了 不然就是這個殼要把它 挖破 讓它就 螺絲就 這金屬要怎麼挖破啦 這個殼是金屬的 這個都是 鋁鎂合金 是吧 鋁鎂合金 你最好可以徒手把鋁鎂合金斑斷 這設計真的是很爛 嚇 怎麼會這樣設計的喔 人家設計是輕薄 然後 節奏設計 嗯 他已經轉向了 欸 轉向轉向 哇 我們把這個機殼壓爛 這台筆墊 粉碎線骨折 360度 超爛掉了沒 啊 爛掉了 我們 我們就不用拆殼了 就這樣子 待會兒再把它轉回去 哈哈哈哈 蛤 類似是這樣子 你怎麼會有這奇怪的工具 應該要有兩個 正當一個 你是 我來我來我來 你來吹一吹嗎 蛤你吹什麼 哇 你不要吹啊 你拆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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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拆完再來吹 最後再你來吹啦 沒有使用暴力 嗯 要爆炸了 我在看哪裡還有卡住啊 你看起來像把我的電腦 用壞 沒有破壞什麼 拆得起來 又斷掉了一個什麼 卡榫 我整台電腦都中 中了回去 但是 要擠得體 這個也要留下來 對啊 這個也要留下來 使用暴力 暴力啦 就要拆啊 對啊 有暴力 這裡還有啊 他怎麼就說 這邊要先拆 我 什麼東西都從 全部都解體 這是什麼亂設計啊 喔是螢幕喔 這什麼爛設計 螢幕的線竟然是這樣過來的 真是爛透了 對線在那邊亂跑亂跑 這是緊湊的設計 USB to Marable 它上面都會寫啊 看見嗎 這個觸控板 觸控板 Kick 搞觸控板 這一個 先拆開 你又熱了 這麼興奮 另外一面啊 你要怎麼把它拔起來 OK 對 又是套力 其實你這條排線也把它拆起來了 可以先拆 喔唷 有的啦 其樂是這樣 所以他往這邊拆 往這邊拉吧 小心小心 這裡還有一個排線 先拉掉 各種排線耶 對啊 超危險的 這裡還有一個喇叭 對啊 它的線超多的 這怎麼拔 那你可以先 先不拔 等一下 這樣就起來了 起來了 看吧 主機板起來了 什麼鬼 我待會兒是不是衝不回去 我信機一接 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主機板用 是不是 不行啦 你還有那些周邊的東西啊 喔 沒有周邊的 全部都在這啊 HDMI Type-C USB 電源 都在主機板上 也有 DISPLAY也有啊 WIFI沒有 網路有嗎 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線 導熱的還是 還是幹嘛 還是隔離用的 你不用撕啊 那下面都沒有螺絲耶 這個沒有嗎 都沒有啊 沒有就不用撕了 那我還是撕這麼開心 這樣 哇這個鬆開然後呢 鬆開啊 然後 這裡還有啊 這裡還有 是電源是不是 還是什麼 啊你看得到 你看了 喔 好噁 那電源怎麼在正中間啊 CPU的旁邊啊 這一條 這一排都是它的 CPU的 電源 那就死掉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你撕掉就對了 一撕就起來 哈哈哈 喔 還有什麼東西 你小心你的手碰到那個 還有什麼東西 這裡有線 哇 哇 就是你小心 就是那個 哇 好 起來了 你這個可以慢慢清了 這個都可以清 這個你是不是要換這個散熱膏 你就要 我們換熱膏啊 你就要把這個擦掉 我亂吹了 這些都是散熱的啊 它感覺都已經爛掉了 它就接在這些上面 這些都會產生高潤啊 這就是電源啊 所以自己拼了是什麼 啊這看起來 是一個什麼主要精品 還是 啊難喬 好啊 那我們來清這個啊 用棉花棒是不是 啊有用酒精嗎還是 不用啊 因為我那 你是要清到多乾淨啊 可是我說那個散熱膏耶 散熱膏就擦掉就好啊 用什麼擦 找東西擦 打得 用棉花棒會不會太慢 好像用衛生紙就好了 對啊 喔是NVIDIA耶 哇 NVIDIA 竟然是最大的一塊 長的那個是CPU喔 這個才是CPU 這個高度晶片固體 粉末裝 可以了啦 你要擦到怎樣 都發亮了耶 都可以當鏡子照了 這裡要擦電話的上面 喔那個也要 那個 哇塞 這個散熱就很重耶 銅管 導管 這是實心的嗎 哇塞 它塗很多耶 呵呵 對啊你到時候要塗多少 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記起來大概那個大小 這個是CPU 這個是GPU嘛 啊這GPU要整個塗到 喔 蓋住那整個邊邊的都要 這就給它擠滿 但是不要溢出來就對了耶 這個也是把它擠滿 下面等等 你就擠滿然後 然後有四個CPU 三個GPU 然後你就這樣子把它壓下去 然後就鎖起來啊 超髒 塗高了是不是 結果你跟我說這個高高已經 欸 不行用了 哈哈哈哈 你喜歡玩玩玩的 開心開心 這樣就夠了喔 喔我不知道 不然是要塗 CPU這麼少喔 不然是要塗多少 啊GPU這麼少 呵呵 你是要塗多少啦 呵呵呵 好啦我們就壓下去 看就知道了嘛 好啦好啦太多了 呵呵 把線接上去啊 貼回原來的地方 沒有要是這裡嗎 這個地方 還不過是 這樣 裝回去 來呀 也不要鎖得太緊耶 就是大概一點點緊就好 那是看得到高中好嗎 除非它溢出來啊 沒有溢出來 看不到啊 沒有溢出來 所以 好是不是 假裝說OK 就頂多了 頂多過熱 頂多過熱這樣 藍瓶這樣 裝回去了 好你可以先插的 那邊可以先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拿起來 你先插 這個要插進去 這樣有下去了嗎 欸 有啊 有啊 啊你等一下裝 鎖完之後發現 欸哪一個沒好 我又要再鎖一次 再解一次 這個是SSD的 它都有畫線耶 好棒 對啊 現在沒有畫線 我就知道有沒有插好 那是有插好嗎 還是沒有 還是 有沒有畫線 不是一樣 有啊 我們就知道 沒有插進去 好 對 沒有解會怎樣 啊你的那個時間都會不對啊 就沒有電時間了 你一關機它都歸零啊 因為它沒有 沒有電池讓它動啊 它哪裡 到底是幾顆啊 還有四顆 你要看一下外面動 那是這裡有1 2 那這兩個都是外面 還是這一個 這一個我記得有 好 一個主機板只要四個螺絲的概念 是不是 這已經沒有黏性 那個還有 那這個是CAMON 完全沒有黏性 隔絕 這個怕接觸到 不裝應該可以開機吧 我不知道耶 還是你現在要開機看看 現任啊 哇 什麼沒話要開機 畫面要那麼久 這燈不會亮的喔 對啊 它手都壞掉 它怎麼會一直重開耶 怎麼會有它一直重開啊 所以一定要裝電池 它才可以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剛剛我們是 等夠久 是沒等夠久 喔有耶 那你在拔掉電池 我在死 這超難拔 你要拔 你拿個電池 現在已經電了 電腦整個超燙耶 怎麼那麼誇張啊 可以啊 對啊 讚啊 這樣我電腦的減輕是這麼多 然後增加散熱的空間 這樣還蠻重的耶 這電池直接拔掉 我電腦就變超輕薄筆電 哇賽 改裝電腦 成功 對啊 我怎麼肚子餓了 那我們再回去吃泡麵 你看 哇這殼已經被變形了 真的 真的變形了 其實是整個殼已經變形了 真的是膨起來 有少個電池 可是人家鎖回去就 就不會突起來了 是這樣嗎 那就鎖起來看看 那先鎖對角啊 這個怎麼鎖進去 這個也沒有地方鎖啊 這個也沒有 你是怎樣 是沒有壓好嗎 What 你沒有壓下去啊 所以一次我就進去喔 對啊 What 感覺好像要把電腦壓爛耶 他原本就少三個了 三個 那為什麼這要又多一個 欸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少三個啊 1 2 3啊 厲害了 那為什麼多出一個 魔術師 請問這一個少 那就 那就 假裝沒事 哇一個 沒有一個是正常的筆電 我就說MS在設計的真爛啊 不是啊 我是說它就是要這麼緊湊啊 就是要用奇怪的設計方法 這 這要設計最慢的 哇 它是輕薄筆電先驅耶 你會不會擦上電腦 就不能開機了 開得了 欸 欸 成功 齁 變超輕的 變輕薄筆電啊 齁 你自己拿拿看 呵呵呵 輕太多了 我們看 我們應該要設計那個筆電 都沒有電池啊 這樣多好 筆電就是要電池啊 呃 電池 哪有筆電沒電池 我只是想要攜帶型的桌墊 但是又不想要桌墊這麼大一台 那個電池應該要像舊的電 舊的筆電一樣啊 你就可以把它拔掉啊 那多方便 好啦 完成 結束 去吃東西囉 痾 閃人 閃人 你自己在清乾淨 超亂